吴锦岩最近可谓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演技差 法大台等负面新闻不断 吴锦岩在外拍钟声中的表现 也并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 很多观众觉得吴锦岩版的杜欣美演技 很差不解地气 很多需要演员情绪爆发的地方 吴锦岩都演得让人看着压抑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口碑 都被同时段的播出的电视剧碾压 吴锦岩经为《沿洗攻略》里的未应落 一举成名很多粉丝觉得 相对于厚重的年代剧吴锦岩 或许更适合像《浩兰传》这类的偶像古言剧 所以粉丝更期待《浩兰传》希望吴锦岩 能凭借《浩兰传》翻身 《浩兰传》是余政的作品主演是吴锦岩和聂软 同《沿洗攻略》一样 是尔与我诈的宫廷剧讲的 依然是大女主逆袭的套路 此剧是吴锦岩所熟悉的偶像剧式的古装言情剧 对吴锦岩来说 是有很大的机会 像《沿洗攻略》一样 实现大祸翻身的 《浩兰传》中 吴锦岩饰演的李浩兰 是秦始皇的母亲对于浩兰 小说中用经验来形容 但小编觉得吴锦岩在外形上和浩兰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毕竟浩兰传世余政的作品 就是一部女主逆袭的电视剧 其精髓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颜值上 女主角 以讨巧又合理的姿势 一路升级打怪 最终达到人生的巅峰 这才是于政作品一直抓住观众眼球的法宝 《浩兰传》中不仅仅有吴锦岩 聂远也再一次在剧中和吴锦岩有对手戏 不过聂远在剧中饰演的是吕不韦 虽然两个人之间也有些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 但李浩兰最后嫁的 还是毛子俊饰演的营艺人可以说 《浩兰传》中吴锦岩 毛子俊 聂远三个人之间的感情戏 应该很好看 但不仅如此 随着感情的升华 毛泉之争也会相当吸引人眼球 除了吴锦岩 毛子俊 聂远 浩兰传 还有宁静 王志飞的加盟 再加上在演习攻略中 表现不俗的王茂雷等演员的加入这样的演员阵容 也让粉丝对浩兰传多了一份期待同样的模式套路 同样的演员和制作班底 几乎是复制了演习攻略的成功模式 相信吴锦岩一定可以凭借此剧搬回异城 成功翻身的浩兰传播出日期还未定 但因为外滩钟声播出后 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对于喜欢吴锦岩的粉丝来说 浩兰传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期待争议不断的演员吴锦岩 希望浩兰传能搬回异城 希望你的演技能获得更多观众的认可 本文系电视猫原创内容未经许可